下午6点 高时岩离队24小时 两大去向曝光 辽兰获释 超级赢家 大家好 我是体能猪八戒 洞格 喜欢我的作品 欢迎点赞 观众评论 转发 我在这里也祝愿各位 一切顺利了 众所周知啊 CBA的常规赛目前正在激烈的进行中 赛事的第一阶段已经进入到了尾声 联盟的格局呢 也已经初步的形成了 第一阶段的比赛 有些球队给我们带来的是巨大的惊喜 比如说 卫冕冠军辽兰的表现呢 让球迷们可以说是印象深刻 感到十分的振奋 修赛 其实大家知道 整个联盟可谓是暗流涌动 很多球队呢 完成了优化和补强 喊出了夺冠的这样一个口号 但卫冕冠军辽兰并没有进行实质性的补强 只是在保住自己夺冠大框架的基础上 进行了一些小袖小补 而且呢 辽兰还出现了一些很严重的对内问题 比如说 冠军主帅姚明就卸任离队了 以及怪伦的伤病等等 这就导致很多人赛前是并不看好辽兰的 但没有想到 辽兰打到现在 一直保持着全胜的战绩 打出了这样一种非常强悍的统治力 但也有一些球队呢 带给我们的是失望 山东南南就是这样一支球队 给我们带来的失望 山东南南在休仔期续约了高师爷和陶汉林 两大顶心的球员 队中还拥有三大外援 山东南南在新赛季也喊出了 制定了重回四强的这样一个目标 但没有想到山东南南第一阶段 一共十轮比赛的表现 只能用灾难两个字来形容 只取得了四胜六负的战绩 排名联盟的第13位 这个成绩呢 不要说是重回四强了 这样下去能不能闯进季后赛 目前来看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山东南南整个球队的精气神 我们看到比以往是差了太多太多 肯定是球队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这样球迷们感到非常的困惑 第一阶段的收关战 山东南南逆转战胜的南京同系队 拿下了久违的胜利 这场比赛呢 山东南南展现了这样一种 很强大的拼搏的精神 让我们眼前力量 这才是山东南南应有的样子 那本场比赛最大的变化 就是山东南南队队长高师爷 不在打名单中 随后呢 CBA的多名知名媒体人证实 高师爷现在已经离开了 山东南南的一线队 离队的原因是因为 俱乐部高层对高师爷 本赛季的表现非常的不满 高师爷大家知道 刚刚和山东队完成了 三年的顶情续约 还被任命为队长 可见山东南南其实是对高师爷 是颇为器重的 只是高师爷本赛季的表现呢 确实非常的拉胯 多项数据创下了 他生涯的新低 而且据传高师爷还和山东南南的 主帅丁伟存在一些矛盾 影响了队伍的团结 没想到高师爷一离开 山东南南就用了一场 酣畅淋漓的逆转取胜 震惊了所有人 主帅丁伟赛后也表示 这场比赛不是打得最好的一场比赛 但确实是最团结的一场比赛 这番话呢 无疑是在影射高师爷 也坐实了高师爷和球队之间的 这样一种矛盾 高师爷似乎才是山东南南 输球的罪魁祸首 现在大家都在关心高师爷 未来的去向 那下午的六点 就在高师爷离队的24小时之后呢 多名媒体人也曝光了 高师爷未来的两大去向 第一个呢 高师爷现在去休息调整一下 那缓和一下和球队 和主帅丁伟之间的矛盾 认真的去总结问题 等到第二阶段 他迎来尝试的付出 带领球队继续冲击四强 这是第一个去向 第二个去向呢 是山东南南买断高师爷 让高师爷恢复自由身 当断则断 不影响球队未来的计划 高师爷呢 虽然本赛季的表现很拉宽 但高师爷整体的实力 还是颇为强悍的 肯定是不缺下家的 外界猜测 如果高师爷恢复自由身的话 辽兰或许会对高师爷展开追逐 高师爷呢 本来就出自辽兰的体系 和辽兰之间呢 是颇为吻合 可以无缝衔接 二来 现在郭艾伦伤病情况非常严重 辽兰后场的压力是很大的 高师爷呢 是个很不错的补强人选 这样来看呢 高师爷离队 这件事情 辽兰最终 或许是最后的大赢家 超级大赢家 那不管怎么说呢 让我们再次逐远高师爷的 未来可以一切顺利 让我们一起静观其变吧 今天呢 我们就聊到这 请大家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互动吧 我们下期再见